巨大雲團籠罩美國南部 而且外圍雲系還不斷傳來閃光 颶風貝羅登陸美國德州時 氣象衛星記錄下罕見的帶狀閃電 今晚貝羅登陸時 已經減弱為一級颶風 不過還是為德州帶來嚴重破壞 德州的利文斯頓湖 本來平靜的湖水 也被風吹到葡萄洶湧 還有高速公路泡水 甚至還有卡車駕駛受困 幸好有消防隊員跑轴繩圈 才讓他撿回性命 除了大輛汽車泡水 得好幾個人合力 才能推動被洪水淹沒的汽車 紅綠燈也被強風吹壞 悬在空中搖搖晃晃 整個德州還有超過 4000架次的航班受到影響 當地氣象單位表示 貝羅的瞬間最高風速 還是有每小時151公里 甚至有部分德州人 家裡的屋頂消失在強風中 當地至少10條書店管線 在強風中被摧毀 導致德州超過270萬戶停電 預估得兩周時間才能恢復宮殿 請 華盛頓人 大家可以聽我的聲音 躲在地上 躲在地上 我們在危險 今晚在登陸後 貝羅已經減弱為惹帶低壓 不過美國氣象單位表示 風雨人強 對美國南部的破壞 恐怕進一步擴大